小米是泰雅族重要的農作物 新竹县坚实国小学生就以小米为主题 研究淀粉分子结构葡萄糖与酒精浓度的关系 参加全国原住民族文化与科学展览会 打败80多队 夺下冠军 一串串小米摆在桌上 浅黄色到深褐色全都有 坚实国小以小米为主题 参加全国原住民族文化与科学展览会 夺下冠军 总共有六位学生来参展 那最小的就是五年级到六年级 那这其实跟我们课程去做结合 我们学校有原民科学的一个课程 其老有说有些小米可以做小米酒 有些小米可以做小米糕 有些小米可以做小米饭 那我们就很好奇嘛 为什么小米 为什么其老会知道这些小米可以做这个 小米是泰雅族重要的作物 其老传承的智慧 不同小米做成不同的农产品 像是麻糬小米酒等 学生就从生活中发掘问题 研究不同品种的淀粉分子结构 对于粘性的影响 发酵后葡萄糖与酒精浓度的关系等 来验证传统习俗是有科学根据 打败全国八十多队获得评审青睐 我们在做小米糕也就是最大年性以及年性持久度的实验的时候 我们想到打小米每个人的力量不一样 那我们就要去抓那个变因控制变因嘛 所以我们就想到可以用筋膜枪去打小米糕 透过这个实验 然后就是我们就知道了嘛 就是本来跟人有八十不适合做小米糕和小米糕 发现我们的祖先和祺老他们是非常有智慧的 然后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再做腌肉等许多的实验 传统发酵物还有腌肉等料理 学生透过科学研究更深入了解原民文化 明白族人与生态环境共生 古老智慧更要加以保存